融資再減了18.1億 我想對這些融資減的投資人來說 他們一定沒有想到 台股要登第五次萬點的前後 竟然留下這麼深的烙印 那融券那個張數呢 增加了9592張 對 可見市場上面的氛圍 還是比較小心謹慎一點 其實上禮拜疊 急疊 尤其從禮拜四開始 禮拜四 禮拜五到今天禮拜一 我上禮拜五剛好打一個電話 而且是盤中的時候 打電話給一個就是在券商端的 所以面對10%漲跌幅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融資綱這個表 從6月1號開始 對 幾乎融資都是一直減 一直減一減 其實這一天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他接電話的口氣 就是告訴我他很忙 所以你那天特別打電話 我本來想問問看說 現在資金的狀況 是不是有一點緊張 反正因為禮拜四那一天 實在跌太重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怪說 大家用融資買 而是說因為你開放漲跌幅10% 以前可能就是4個跌停板 才需要去補 可是你現在 其實5月份融資 反而是其實5月已經有自己整理過一次了 對 只是反而沒有那麼的明顯 到6月份這邊的時候是比較明顯 那當然就理論上來講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清洗幅額 但實務上來講我們不希望大家沒有賺錢 或者是產生損失 所以這邊也是跟大家討論就是說 放寬漲跌幅這個10%之後 其實確實在融資的使用率上面跟它的維持度上面 有時候很容易見到大漲大跌 那當然換個角度想 反而融券今天就試機做進場 所以這個大家去留意看看 是不是外資的賣壓減輕之後 能不能導引融資的方向回來 那因為今天看起來就不是融資扮演這個CPR的角色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猜猜看 到底是誰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如果樂觀一點解釋就是說 融資降減 其實對台股在這邊維持 或者是說再一次公萬點 我覺得希望還是蠻大的 大家不要這麼悲觀 錢出來就不進去了 還是要再回來 那我們先看一看 今天為什麼會出現融資降減 因為今天其實一開盤的時候 其實當然宏達電是首當其衝 不管它的個股 個股期幾乎都是開盤就直接鎖住 那當然市場上面就有一個消息面出來說 為了要維持住宏達電的融資 甚至是說我要套一點現金出來去增加它的維持力 那可能開始砍一些其他的股票 當然這個是大家資金上面的使用 可是你明顯看得出來 今天在開盤的時候很多大型股 它都突然出現一波擊殺 比如說我們以傳產股來看好了 你看像是11這個亞尼 比如說你看亞尼股價的走勢 它也是出現一波擊殺之後破底 就是開盤這邊小小的 因為它殺盤力量並沒有很大 尾盤才開始慢慢就拉回去 甚至南亞也是這樣的走勢 你會發現今天蠻多的股票 你看都是早盤對不對 壓下去它又這樣拉回去 甚至大型股像中鋼 中鋼最近說什麼 反正一大堆國際上面的消息 說要查什麼要什麼 你看也是早盤並沒有什麼明顯 尾盤才開始慢慢做拉上去 還有現在天氣熱了 以前這個冬天的時候 可能大家這個運動健身 在戶外的機會比較少一點點 天氣炎熱之後 我甚至發現連借這個U-bike的人 都超多的 你看像這個巨大 9921的巨大 這也是今天波動幅度非常大的 你看早盤在那邊洗刷刷 洗刷刷了一下 尾盤就這樣拉上去 所以其實今天是很標準 就是早盤讓大家比較驚嚇 但是它的原因是因為負面因素太多 我倒不覺得說 今天真的是整體的結構出了什麼狀況 甚至漢威講白一點 你看外資今天賣超股票 跟前期還差不多 所以實際上 它也沒什麼太大的轉變 它還是在賣台積電 它還是在賣聯電 等一下我給你整理個表 它還是賣台信金 了不起你說它今天調了一點點的群創 然後可能跟前面有點不一樣 可是重點在於說 今天這樣子破下去的股票 或者說早盤因為可能維持融資率 或者說市場上面有點擔心 我不要讓我的賺錢的幅度縮小 或者是說我不想讓我的錢一直套在這邊 你開始把資金套回來的時候 反而市場上有另外一隻呼呼的手說 其實傳產股也沒這麼慘 這個紅色供應鏈 紅色供應鏈是跟電子 跟我營建股有什麼關係 跟我腳踏車股有什麼關係 我的腳踏車在歐美地區 還是賣得下下價 在中國市場我們還是算蠻吃香的 所以整理來看 我覺得在傳產雛群上面 今天是一個 剛好符合我們這期週刊寫 寫五月營收 其實我老實說我看一看外資的賣超 再大概看一看公司之前的法說 我也猜說大概五月份看起來是 這個傳產比較強 剛剛我們淑芳姐也這個給漢威姐很 而且這個六月八號 就是今天正式出刊 其實上個禮拜投資已經拿到 對 台速說話股很給力啊 今天 對 甚至淑芳姐下午也 剛剛也給我一個資料 下午公布出來的紡織股 像這個如虹 你看也是強一強棍 還有製協的像這個玉琦也是強強棍 甚至這個包括在這個 所謂的廢棄物處理的 像可寧衛股價表現也不錯 所以你會發現到其實今年來講 雖然少了一點宏達電的力量 還好有大力光 但是其實在傳產股上面我發現 其實今天的破底翻的態勢是蠻明顯 那我給大家一個參考性 就是說為什麼你要破底翻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在投資 會陷入一個迷失 第一個就是我猜營收 猜獲利 其實這個蠻累的 就你不要問別人 你問我捍衛 不是宏達電 大力光今年要賺多少 明年要賺多少 當然我們也是樂觀 可是有時候蘋果 你看New iPhone到現在都不出來 那我們要去猜它營收 要拼命往上衝 其實有時候我們心裡也是 你至少要有一個端 你讓我們去估 可是你看一看傳產類股 因為股價極跌 而且這幾年因為油價原物料的下滑 雖然說報價跌了 售價跌了 可是利差卻維持住了 反而它的股息殖利率 你看比如說雅尼都有5.84 南雅是稍微差一點點3.16 連中鋼都有4% 也就是說你去銀行做定存 存不到4% 你可能買中鋼 領它的股息殖利率 當然要能填權起來 股價都有4% 甚至在營建類股 最近不是這個房地合一過關了 你會發現這個殖利率都還蠻高的 那當然美利達跟這個建大 那是因為它的股價相對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殖利率看起來沒有這麼的高 但是其實整體換算起來 它也不會說比你放在銀行定存差 那甚至傳產類股 這些族群長期來看 大概也沒有什麼經營上面的風險 所以很簡單一句就是 最近好像傳產被呼呼 被CPR的機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當然建議投資人 如果是以這種呼呼跟CPR的角度來講 你不一定要追高 到是盤中開盤有一點震盪的時候 可以去做佈局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外資在賣超神秘的買盤 有時候就是要穩健台股的一個走勢 那這個大家都在觀察 現在來空打送你暢游日本玩樂園 本業入主任選東京大阪雙圓形和主題樂園之旅 試乘也可抽海邊外精選假期自由選 快到Honda展開旅程吧 年度風雲首選 Honda Civic S 極致安全限量登場 大金空調雄 產聯全球No.1 感恩回饋現買現扣最高3,000元 真好勒 可以 平鴻一級棒大金 這個好 老闆 便宜一點嘛 好啦 半價 OK 的 好啊 半價 大寶島 你不用那麼無奈 現在選配日本知名品牌SECO漸進鏡片 見賞優惠期間 配一片送一片 直到六月底址 要配要快哦 讚 專業好勢力 服務好品牌